大家好,这里是大人物小人物频道 今天要介绍的人物是韩国SM娱乐女子团体Red Velvet的队长 主饶舌,林武,副唱,门面,集中心,Ari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2009年,裴朱炫参加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的选秀被发掘 正式进入该公司,成为旗下练习生 2013年6月7日,裴朱炫出演的Henry 1-4-3 I Love You的MV公开 12月10日,以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 SMRootrice专案成员身份通过国际社交网站Facebook与Twitter公开图片 首次在网络公开亮相 2014年8月,裴朱炫随女子演唱组合Red Velvet正式出道 8月1日,公开Red Velvet出道单曲HappinessMV 在中国视频网站爱奇艺的MV周榜登上冠军宝座 8月4日,正式发行首张数位单曲Happiness音源 登上韩国各大音乐网站榜首 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iTunes单曲排行榜前十 同日,在韩国KBS电视台节目音乐银行舞台上正式出道 8月6日,作为嘉宾出演韩国SBS电台PowerFM经唱列的All School广播节目 8月15日,首次登台参加在首尔上演动世界杯主经济场举行的 Small Lifework Tour AB首日常演唱会 8月17日,评级歌曲Happiness與Sister组合的 Touch My Body, Block B的第二争夺一位 9月28日,在韩国经济道庆州市市民运动场出席2014韩流梦翔演唱会担任表演嘉宾 10月4日至5日,赴日本东京参与Small in Tokyo演唱会 10月9日,在视频网站YouTube公开歌曲Be Natural的MV 同日,在韩国Mannette电视台音乐节目M.Countdown线上第二张数码单曲Be Natural的首场舞台回归 10月13日,公开翻唱歌曲Be Natural的音源 作为第二张数码单曲正式发行在中国爱奇艺音乐榜 夺得韩语州榜第一名与音乐台V榜州榜第二名 10月15日,参与录制的综艺节目《一周的偶像》播出 2015年3月18日,裴竹炫,随组合Red Velvet正式发行首张迷你专辑Ice Cream Cake 同日通过Never Music的回归首秀Red Velvet Ice Cream TV 3月27日,在KBS2TV频道播出的节目《音乐银行》中 Red Velvet评级歌曲,Ice Cream Cake获得出道后的首歌一位 5月1日,开始与朴宝剑主持直播音乐节目《音乐银行》 8月7日,随组合通过Vib在汉江进行了首次直播节目《五方满足》 9月9日,随组合发行首张正规专辑The Red 共收录了包括主打歌为DumbDumb在内的十首歌曲 2016年3月17日,裴竹炫,随组合发行第二张迷你专辑The Velvet 6月,出演现代都市剧《游戏公司的女职员们》首次挑战演技 6月24日,从KBS音乐直播节目《音乐银行》下车 9月6日,随组合Red Velvet公开第三张迷你专辑Russian Roulette的全部姻缘 10月22日,开始担任OneStyle谈话类节目Laundry Day固定主持 10月25日,开始担任KBS游戏类节目Trick True固定成员 2017年2月1日,裴竹炫,随组合发行第四张迷你专辑Rookie 专辑共收录了六首不同风格的歌曲 7月10日,随组合发行夏日迷你专辑The Red Summer 主打曲为Red Flavor 7月27日,裴竹炫和组合Red Velvet的首个真人秀节目Level Up Project开播 8月18-20日,随组合Red Velvet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奥林匹克大厅 举办出道以来的首场演唱会Red Room 11月17日,裴竹炫随Red Velvet席正规二集Perfect Velvet正式回归 主打曲为《躲猫猫》Picaboo 2018年1月 裴竹炫随组合获得第32届韩国金唱片奖音源部门本奖 1月29日,裴竹炫随Red Velvet发行正规二集再版专辑The Perfect Red Velvet 主打歌Bad War 3月19日,随组合推出迷你写真集Selfie Book Red Velvet 3月28-29日,随组合在东京五藏野森林综合体育馆举行演唱会 4月26日,随组合Red Velvet发售Red Room写真集 7月4日,随组合发行日语出道专辑Cookie Jar 在日本出道,8月4日-5日 随组合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第二次单独演唱会Redmare 8月6日,随组合发行夏日迷你专辑Summer Magic 主打歌Power Up 11月30日,随组合发行第五张迷你专辑RBB 专辑包括主打曲RBB等六首歌曲 2019年6月19日 裴朱炫随组合发行第三张专辑之首张分级The Ravie Festival Day 1 主打歌Simple Album 8月2日,参与歌手Rayden的单曲The Only Feet 8月20日,随组合发行第三张专辑之第二张分级The Ravie Festival Day 2 主打曲Bompa Ampe 12月23日,随组合发行第三张专辑之最终章The Ravie Festival Finale 主打曲为Cycle 12月27日,主持KBS歌谣大助记2020年1月10日 随组合飞赴日本,参加Red Velvet Arena to RAN JAPAN RUBEN 2020活动 1月30日,在第29届首尔歌谣大赏颁奖礼中 随组合获得本赏 7月6日,裴朱炫与同组合成员江瑟琪以小分队Red Velvet Irene Suji出道 并发行迷你专辑Monster 其中收入了6首不同体裁的歌曲 专辑登上国内音源和唱片排行榜第一 以及iTunes以及专辑排行榜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位 8月18日,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为纪念旗下艺人 Goable出道20周年推出RVLOVE Goa企划活动 并公开Red Velvet翻唱的歌曲Milky Way 12月29日,随组合参与SM娱乐推出的Small Life Culture Humanity活动 2021年1月1日,随组合在全球免费转播的Small Life Culture Humanity节目中 以五人玩整体亮相,并表演歌曲Bad Boy 2月17日,裴朱炫首次担任主演的电影Double Patty在韩国上映 并于14日公开了为该片演唱的OSTA White Night 8月16日,随组合发行第六张迷你专辑Quindam 其中收录了同名主打曲Quindam在内的六首歌曲 专辑已经发行,便登上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iTunes专辑榜冠军 此外,专辑也在QQ音乐和酷狗音乐的数字专辑销售排行榜占据冠军 专辑同名主打歌Quindam也在发表后占据韩国各大音乐网站的第一名 10月15日,随组合与DJ合作发行歌曲Quindam的婚姻版本Quindam Democat Remix 收录于专辑,Ice 3 MV All,11,Quindam Remix中,2022年3月20日 歌曲Quindam MV观看次数破译,成为组合第11支破译MV 21日,随组合发行第七张迷你专辑,WAVE Festival2022 Fill My Rhythm其中收录了主打曲Fill My Rhythm在内的六首歌曲 27日,随组合公开首张日文正规专辑主打曲Wildside MV 4月6日,随组合发行日文正规专辑Bloom 其中收录了十首歌曲 11月28日,他部的WAVE Festival2022分系列的第二张专辑 WAVE Festival2022 Birthday 12月14日,随组合与DJ合作歌曲Beautiful Christmas 以上,就是今天,关约Irene的介绍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请关注我的账号 大人物小人物 如果有什么想听的人物故事,也请在下方留言 Peace